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就在这初休闲的早上 主啊就好像我们就把自己磨成的那个初熟的大麦献给你以外 我们也自己把自己的生命在一次在主的面前 求主你自己来使用 好像你把那个初熟的大麦磨成的饼磨成的面包一样 同样不只主啊我们不只从你这里蒙了好处 我们生命得着全新的改变 主我们自己也愿意成为那能够分赐你生命的良 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同样了起那初熟的那一捆的大麦 在你的面前来欢乐 主啊我们与我们阿爸天父一起来欢乐 因为你的爱子耶稣 他为我们施也为我们呼活了 我们感谢主赞美你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 好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初熟节 复活节所以如果要领受双倍的复佛恩高的 要坐前面一点 坐近一点 OK 因为那个神呢 神有神的计划跟祂的时间表 祂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真的是 什么时节你做什么动作回应 特别有反应的 特别有恩高的 所以要领受复佛恩高的 现在我给你五秒钟时间 赶快上来 赶快上来 这个信息释放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感受得到 OK 那个超自然的 从你里面那种复活的那个江河涌流出来了 OK 这样子的生命 OK 1 2 3 4 5 好吧 你们不来我就去 人子来说要寻找那思上的 OK 我刚过完 我觉得我这一次的 不是这一次 我终于到了荣耀的那一天 就是60岁大寿 实在很难想像 很难想像 居然会有这么一天真的会到 以前觉得超级遥远的一天 OK 好 结果呢 结果呢 我去就是像 刚刚Charlie所分享 我去对了一下Michael Rule 还有这个查得到 以色列大麦成熟的日子 Hallelujah 我发现说 哇 神真的给我送 真的送了我这个生日礼物 60岁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就刚好是一月节 是大麦出手 新月上升的时候 是耶和华自己亲手掌管风雨 日月的运行 那个时候 这是活的 不是事先每一年之前就可以定准的 所以呢 我觉得 哇 主啊 真的是祢很爱我 Hallelujah 然后呢 我的媳妇啊 跟我的儿子们 他们就为我做一个 等一下 这里 他们就上礼拜 我生日里面没看到我 因为他们说 要帮我庆祝60大寿 那我想说就不要去远的地方 所以就到我喜欢的Lahoya去 然后他说 哇 刚好碰到春假 旅馆很难订 都订不到 就用Airbnb Airbnb呢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 也很难找 才找到一家 然后呢 我们住进去了 住进去了以后 都没注意到 后来 第二天 早上要出来 我们要去逛的时候 我媳妇说 我们就大家 就是就说拍个照 我们就站在门口拍个照 结果赫然发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虽然在这个老美的房子的大门前面 大门会贴一个寿 60大寿的寿 有没有看到 你说我们的神 是不是又真又火的神啊 OK 所以我跟你讲啊 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啊 常常在 靠着圣灵啊 那个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啊 你常常会碰到神迹奇事的 你常常会碰到神迹奇事的 OK 因为对我自己来讲呢 我如果什么时候 心思意念没有在耶稣里面的时候啊 我就神迹奇事 这种sign是常常就不出现 可是当我的神 一直常常在他里面的时候啊 像这一类的神迹奇事啊 我还收过耶稣的情书啊 如果你们 因为你们以前 我以前写耶稣的 几年前啊 我在impact分享的时候啦 那个是 那个见证就是 我写情诗给耶稣啦 后来耶稣以前用email写情诗给我 还有那个汽车的sign 什么都有 比如说我又说 亚哥里面我的妹子 你用一个 一个 你的 就是 亚哥里面说 你 我的妹子 请你不要看我 因为你的眼目使我金黄啊 有没有 就是说 当那个新妇 耶稣的新妇 又怀着那个爱慕 那个纯洁的爱啊 全然的爱 这样看着 爱慕耶稣看的时候 耶稣他自己都受不了 我的妹子 你看我 你这样眼神看我 我会 全神都 他会很兴奋啊 ok 他也是 就会 他也会被电到啦 这个意思 ok 他也被电到啦 所以耶稣会电我们 我们也可以电耶稣回去 ok 好 那那个时候呢 我就 对 就是anyway 然后就说 雅哥那一句就讲说 你偷了我的心 有没有 你偷了我的心啊 结果那时候过没几天啊 就在那个礼拜 诶 怎么有一个Yahoo的email 好像是垃圾邮件 可是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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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垃圾邮件上面 标题就写了 Why did you steal my heart 你为什么偷走我的心 后来呢 就在 收到那个一个过两天 那个我在Arcadia开车 结果呢 红根啊 诶我一看 停在我前面的那个车子的车牌啊 没有号码的 直接就写一个Stolen 偷 就这样 Stolen from 从哪里偷的 就这样 Stolen from 神吧 那些我全部都有纪录片拍下 我全部都拍照下来 那个我anyway 有时间再讲给大家听啦 今天本来不要讲这个 不是要讲这个 突然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个 anyway 就是说 好那 那种很多 还有 那我再讲一个好 既然好 就讲一个 我有一阵子 一直老是看到777啦 什么车 高速公路开车 开车四围 船旁边看来去 全部都是七开头 我想说California的车子的牌照 都是用七开头的吗 你知道吗 然后去那个 坐飞机也是登机门 也突然会改成七号门 你知道吗 什么 就是本来不是七号变七号 然后住进旅馆 在中国啊 住进旅馆啊 跟那个旅馆的Manager Check-in的时候 后来他就跟我说 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地方 你就 这是我的名片 你就跟我联络 我一看 他的英文名字啦 他不是 他的英文名字叫seven 怎么会有人啊 怎么会有人啊 而且他是一个女神 你知道吗 怎么会有人 离子娶seven 我这辈子60岁了 唯一的啦 真的唯一的 而且他所发生 我现在讲的这些science and wonder 所发生的一定是在同一个 时间范围里面 Kairos hour Kairos moment OK 所以是opportune time 就是神这个时候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要敏锐你要跟 这个我的意思是这样 OK 节旗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出手节 好 我们先来看圣经啦 我觉得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天啊 就是 耶稣钉十字架 那一年的出手节 为什么呢 因为自从有亚当以来 人类被死亡所控制住了 从出生的那一刻 不停的迈向死亡 但是 这一个 死亡的咒诅 还有长死权的魔鬼 因为神的儿子显现 特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 就是长死权的魔鬼啊 这样子的权力啊 这样子的一个lock 没有人能够破除的 就是在那一天 耶稣说 耶稣呢 他从空坟 那个空坟墓 就证明了他死里复活 那就在那个时刻 死亡的权柄破除掉了 验证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爱到一个地步 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 什么目的 好叫一切信他的怎样 不致灭亡 反得什么 永生啊 所以耶稣的上十字架 是为我们而上的 他受死是为我们受死 对我们解除罪的 捆绑 打破魔鬼的权力 但是呢 他的复活 也是为了我们复活的 所以他才讲说 一粒麦子 如果不落在地里面死了 人就是一粒 他就是那一粒麦子 如果他不 为我们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用他的宝血 来接近我们的罪的时候 来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 他还是一粒麦子 他本来就是永活的真神啊 从亘古到永远 他是Alpha Omega 他是起初 他是末后 他是手 他是尾 他是He is everything 他根本就 没有人杀得了他的 他生命是永远的 人就是一粒啊 可是 如果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面死了 几天几夜 三天三夜啊 如同一粒麦子落到地里面腐烂了 死了 三个晚上 三个白天 同时要在第三个白天复活 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你们要出神迹 耶稣说 再也没有别的神迹 显给你们看 我只有 单单给你们这个 约拿的神迹 如同人子 好像当初的约拿 就在大鱼的腹中 三个晚上 三个白天 因为那个约拿是 跑反方向的 他不要去 所以他故意反方向去 你知道吗 后来呢神就派一条大鱼呢 把他吞下去呢 又把他 渔回来 再把他吐回那个岸上 他不得不出来 全讲福音了 他们不就悔改了 就得救了 ok 这样子啊 所以就好像他在 撒于腹中三天三夜 然后呢 复活 也就是像这样子的神迹 而且呢 就是 那个 这样子的神迹呢 可以证明什么 证明他就是弥赛 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福音不是虚假的 ok 所以他复活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呢 今天啊 我们实在是 很有福的 今天是我们这一辈 就是这一年里面 最高兴的一天 ok 因为 以后 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都复活了 而且我们复活的时候呢 是得着全新荣耀的身体 你想想看 我不是只有不死而已 如果你现在 像我现在打网球 有时候跑起来 膝盖就有点不像 以前那个小鹿奔跑那种 感觉 你知道吗 嘿 就膝盖有点不太听话 对 所以要这样子 一直活到永永远远 还是打起网球来 还是有点不是那么 那种顺心倡议的 所以我们的复活 到时候那个复活 不是只有不死而已 不是现在超人类 在骗你的那种 假的永生啊 是一个全新的身体 全然荣耀的身体 也是一个复活灵性的身体 也是一个复活灵性的身体 这个是 神为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 是我们人心 想不到的 听 也没听过 我们看一下 立位记 我看一下立位记 立位记 第23章 我们来研究一下 大家一起来念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对 他们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 收割装甲的时候 要把出手装甲的一捆 带到祭司那里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 摇河捆在安息日的赤日 把他摇一摇 使你们蒙悦纳好 那在这里就 我想请问大家 安息日的赤日 那是一个礼拜的第几天 第一天 那第一天是星期几 不是星期一 到底是星期一 星期天 对 正确的答案是星期天 所以以后我们把它改过了 我们不要称为星期天 因为那是罗马的拜天 他们拜外邦拜太阳神 所以星期天叫做太阳日 他本来拜太阳神 就是在星期天拜的 所以但是照圣经 你如果看创世纪 没有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这种称为他只有 first day second day 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一直到第七日 他把它称为 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叫什么 对 安息日 其他都是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这样就很清楚了 那那个day 1是 我们现在的夕阳日的 day 是什么哪一天 星期天 ok 这样就清楚了吧 ok 好 然后不只是那个 那个一天的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 日落的时候开始 ok 所以基本上呢 所谓的那个 一日 就是说 day 1 day 1 ok 就是我们现在的 星期六的日落开始 到星期天的日落 ok 大家先把这个日夜 先把它颠倒过来 好 不然你那个 耶稣的三天三夜的神迹 你绝对算不出来三天三夜 对 他们 他们是太 anyway 我先不论那个 他们那个有一点 就是那个是没问题 但其他有问题 好 那我现在问 为什么他一定 你觉得 神 这个是神亲自跟摩西讲的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定在那一天 他这样一定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月华 立华是活的啊 他有可能是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 都有可能 这个安息日落照 哪一天都有可能啊 初梭节也有可能 从礼拜 第一天一直到 礼拜 礼拜一一直到礼拜天 都有可能啊 如果在我们说 这个西洋立的 哪一个日都可以啊 他为什么一早 那么几天的前 就已经把它定在 这样一定就定死了嘛 就一次是定在我们 所谓的星期六的晚上 到星期天晚上 为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好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一把钥匙 读圣经的一把钥匙 不管你读就位信约 你如果读什么地方不懂的时候 你要发问题 你问题的时候 那把钥匙就是耶稣 OK 所以耶稣讲说 凡这经上所写的 都是为我做见证 都是在讲他的奥秘的 因为 在神的这个立法里面呢 他在摩西那个时代 他已经定准了 未来的某年某月某日 他的儿子爱子耶稣 要出生 然后在某年某日某日 他要在那个时候 他所 控制的那个预约节的时间 丧十字架 而且呢 而且呢还要在那个之后 照着他现在这个月华的 Torah 是妥拉的一部分 律法中的一部分 一部分 这个立位祭本身就妥拉的一部分 耶稣说妥拉的一点一化 都不能废去 他是全部要成就的 OK 所以呢包括了这个出手节啊 你看一定要星期天耶 结果呢耶稣就是在星期天复活的 就星期六的下午 星期六的傍晚复活的 你看看准不准 然后你一定要隔天的早上在圣殿里面 现出手的 你知道一早就定准了 你说神是不是神啊 除了耶和华 所以难怪他在旧约里面常常会 我们不好意思 我讲说嗆聲啦 就是 嗆聲的意思就是说挑战 挑战天下的人说 有何神像我啊 我是耶和华 为什么 我从创世的时候 我已经把未来的 未来的事情都跟你先讲明了 先写明了 只是你看得懂看不懂 你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而已 你真的去研究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真的 他 讲的是 完全没有夸张 是这样 OK 好 一月觉得高阳 为我们使的 刚刚 瑟瓦牧师讲的 pass over 那个呢就是 他的高阳的保血遮盖我们 除尽我们的罪 好 那这个时候呢是 把撒旦的 控制我们的那个权柄打破 所以我们得救 我们可以出埃及了 不再受法老的控制了 但是 得救不能停在那里 得救以后要进入得胜 怎麽样活出来 得胜罪跟老我的生命 这个就是靠这七天吃无酵饼 无酵饼 酵在那个圣经里面是代表罪 所以为什么除酵节 一月节之前要除酵 然后呢要吃七天的除酵饼 为什么耶稣说 在被卖的那一夜 他把身体剥 他把面包剥开的时候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有没有 你们要吃啊 因为 然后这是我立约的血 就要你 然后你们要喝啊 所以耶稣 当耶稣讲 你们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的时候 很多门徒都离开 说这话剩哪 谁能理解呢 OK 只有彼得 然后彼得就说 在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 跟从谁呢 后来 反正我在 后来耶稣复活的时候 又烤了鱼给他 是彼得就更心服口服 说 这没有人能够烤鱼 烤的这麽好吃 我还跟从谁呢 那时候开玩笑的 OK 好 然后呢 好 那个时候 有时候讲太新闻会乱掉 等一下 我刚刚讲到哪里去了 烤鱼不讲 烤鱼那是来乱的 等一下 不笑评 好好好 得胜 OK 好 所以意思是什么 你要吃主喝主 吃主喝主是什么意思 你要吃喝 他的话语啊 圣经啊 那个话语是活的 我的话就是生命 生命的粮 是从天降下来的嘛 所以你要吃这个无效品 完全纯洁无尽 神口中出来坏 才给你活命的 你可以活出来这个胜过罪的生命啊 OK 为什么要喝他的血 旧约不是讲说 你们不可以喝血吗 因为血在生命里面啊 难道耶稣他自己 违反了旧约的律法吗 不是啊 就是因为血在生命里面啊 所以你不可以吃喝动物的血啊 可是因为就是血在生命里面 你当然那个永生的生命 永生在哪里 永生在基督耶稣里面啊 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啊 你不喝他的血 你会有生命吗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这个做肯 预约那个 那个最后的晚餐啊 有没有 守圣餐从那个时候 神颁布 他心里他 圣经告诉他 心里何等的热切 何等的热切 因为他知道他再一天就要上十字架 他要跟他的门徒来吃这个 一夜节的晚餐啊 为什么 他要把这个真理 把这个永生的知道 不是只有得救 还有得胜 的奥秘方法 告诉我们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做了这个 所以这样子大家明白以后 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 还有这一层更积极的意义 OK 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吃主喝主呢 他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 OK 他的生命就能够帮助我们 过出这个得胜的生命 那为什么7 为什么不是6 不是5 为什么7天 7天无效平 为什么 7在 7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好 这是对 然后7呢也是一个得胜的数字 victory 得胜的数字 OK 所以7就是神的signature 神的话语 练进几次 7次啊 已经纯净到不能再纯净了7次 OK 好 所以 如果 我们在这个 这个节旗 我们现在有这个领受 为什么你现在这个 我讲的时候一懂一听 你们就很容易听进去 很容易领受 因为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节旗里面 大家懂吗 所以照神的 时间表来做事情还没有道理 因为他特意要赐福在这段时间 要给你这个 所以 我们就这样子 有这个 有一个得胜的生命 那个活出来 好 然后呢 才会有怎么样 初熟节 来 初熟我刚刚讲的 是代表复活的意思 不是只有说 把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一年的 第一个月的薪水献上 或是什么 他是复活了 他真的是 所以 当初啊 尼哥迪姆半夜啊 去找耶稣啊 那个时候就是在初熟节的 晚上嘛 初熟节开始就是 比如说我们以这次来讲 就是昨天晚上 尼哥迪姆去找耶稣 你看他那个对话内容 那个尼哥迪姆说 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 因为如果不是从神来 全部能行不出这些事情出来 耶稣没有直接 根本连这个回答都直接没有 没有直接回答 他就直接就讲说 我是不是在告诉你 人若不从生 不得见神的国啊 那个从生啊 那个是 为什么他直接讲 因为那时候是初熟节 OK 所以这个从生的意思啊 在这个耶稣自己口中的定义啊 不是只有 如果只我们 Born again 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们好像灵里面被复活了 开始对神产生兴趣了 开始能够感受到神的心意了 不是这样子而已哦 他讲的那个从生是 我如果不复活你的话 你根本进不了神的国 是指的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述里面 讲的那一种的复活啊 OK 所以这个初熟呢 就告诉我们 同时在我们个人层面的应用呢 得救 得胜 到最后 变成 好像他一样成为初熟的果子 有没有 我们也会成为初熟的果子啊 就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 这个相命 我们复活的时候必要像他 所以我们也是根据这个 那所以根据这个次序来啊 所以先得救 对不对 saintify saintification 就是分别为胜 先得救 OK 然后呢 中间就是 中间就是得胜 得胜 然后再来呢 就是glorify 得着复活荣耀的身体 成胜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 他为我们是安排的这个救恩的计划 是如此的完整 如此的美好 好 好